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天呢咱们开始漏洞专题底下 这是咱们业务逻辑漏洞这个专题的第二讲 那么咱们本次课程呢主要是讲解一下 有关这个业务逻辑漏洞和相关的一些定义 及常见的分类 包括它所定义的一些常见的危害 以下呢是咱们课程的目录 那么咱们这里呢首先看第一 就是业务逻辑漏洞 它的定义就是什么是业务逻辑漏洞 那么所谓这个业务逻辑漏洞呢 在这里呢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它就是指什么呀 就是指由于这个程序逻辑呢 它设计的不严谨 或者这个逻辑呢它为复杂 然后导致了一些 比如在一些逻辑分支上 它不能正常去处理 或者说处理发生的一些错误 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就可以产生这种业务逻辑的一个漏洞 那么在这里通俗的讲呢 它就是什么呀 一个系统的功能太多之后呢 那么程序开发人员 它就难以就那个思考全面啊 就它想的肯定不会太太全面 然后某些地方 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遗漏 或者就是 没有正常的进行一个处理 从而呢导致了这种 业务逻辑一个漏洞 那么这个业务逻辑呢 它也可以说是程序开发人的一个这个思路错误 或者说呢 程序开发的人员存在逻辑上的这么一个漏洞 那么这是它的业务逻辑的定义 那么业务逻辑 它都有哪些特性呢 那么在这里 首先大家要明白一点 就这个业务逻辑呢 它是非常隐蔽的 它不像比如像常规的外部漏洞 比如像搜注入 XS跨站脚本攻击 命令执行 报一些本件上传等等 一些常规的一些漏洞 那么像常规的漏洞呢 它都是有鲜明的一些标识的 一般像这种漏洞扫描器啊 它通过定义一些系列的规则 可以识别出 就像一些常规的漏洞 那么但是这个业务逻辑呢 它一般是干嘛 一般是出现在这个功能 也就是说业务流程上 那么 这些个漏洞呢 它这个一般的啊 现在就市面上流行的一些 这个自动化扫描器 扫描工具 它是无法识别的 那么这里呢 就是这个业务逻辑漏洞 它一个特性 那么这个业务逻辑呢 它一般只出现在于 这个业务流程中 比如说一些某个模块功能 那么也就是说呢 网站的任何部分 它是都有可能存在 这种逻辑上的一个 这个错误漏洞的 比如说 我这里修改了一个个人资料 它就完全可以出现这个 也有逻辑的一个错误漏洞 那么 一般是出现什么呀 比如像这个全线绕过 全线这个月全的 比如说 我可以修改我个人的这个资料 这是正常的一个操作 那么假如说 另外一个用户 他也可以去修改我的资料 那么这里就是一个不正常的 就是一个逻辑上的一个错误漏洞 或者说 我个人可以修改自己的资料 然后呢 我个人也可以通过后台 比如去修改某个东西 那么这里呢 就属于一个垂直上的一个这个 逻辑错误漏洞 那么这个呢 更严重一些 那么以上呢 就是这个业务逻辑错误漏洞的一些特性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业务逻辑错误漏洞 它常见的一个分类 那么在这里呢 我主要是把它分为这个四大块 那么第一个大块呢 就是咱们这个用户体系 用户体系干嘛 用户体系 比如像这个针对用户管理的 是吧 比如他资料修改的 密码修改的 用户注册的 用户登录的等等一些 那么这是用户体系模块 那么第二块呢 就是这个在线支付模块 你比如说 我一个个人中心里边 比如说我要去买个东西 一般像这种比如电商的 电商务的 商城的这样的 这个在线支付模块 第三呢 就是这个顺序执行模块 顺序执行模块的话 就是比如说像注册吧 他一般是有一个流程的 我肯定是先比如说 输入我的这个注册的 这个账号密码 当然还有一些 比如说我注册时 我要找密码的邮箱 以及一些这个安全问题 那么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就干嘛呀 输入完之后呢 然后他就会验证吧 验证你比如说一些这个邮箱啊 或者你的手机号啊 那么第三步呢 就可以来到这个 注册成功的界面 那么假如说程序在这块 如果是设置的不合理 逻辑上设置有问题 有缺陷 那么就可能存在 我不按你这顺序 我直接绕过你 比如中间某一个步骤去执行 那么这里呢 就是这个顺序执行模块 那么最后一个模块呢 就是一个本地限制 去抓不绕过的 那么这个 这个模块呢 往往是 呃 出现在那个位置 在哪里啊 一般就是比如说 他一个程序吧 他是用的 比如说像这种js 或者这个jax 啊 jason等等一些 这个判断的一些 这个 呃 这个技巧 手段 那么假如说他这个验证 如果他只是单纯的 客户端验证的话 那么我可以就通过一些 抓拨工具 我去通通过修改 他的一些这个 啊 repounce值啊 或者是你请求的时候的 一些这个参数值啊 然后最终达到一个 这个绕过的一个 这个 啊 安全隐患 那么这里呢 就是他这个业务逻辑 他常见的一些分类 好的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看一下 这个业务逻辑 错误漏洞 他常见的这个危害 都有哪些 但是咱们这里呢 咱这个第四 第第四块 咱们已经说到 他常见的一些 这个分类了 那么针对分类来说 你比如说像这个 用户体系这块 他就有可能出现 什么问题 比如说任意密码修改 就是说我不但可以 修改我自己的 本身这个账号密码 我还可以通过啊 这个他这个存在的缺陷 我去修改其他人的 其他用户的 有时候甚至我可以 去修改管理员用户的 那么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说我可以 越全访问 就是说有一些这个 比如说像后台的 某些这个敏感界面 如果他设置这个 这个程序设置不合理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 越全访问 只要我知道这个 链接地址 我就可以去访问他 并去操控 那么第三呢 就是说还可以 密码任意找回 因为现在像一般这种 站点的 比如说像这个 尤其有个人中心啊 就是用户模块的 他一般都有密码 找回的这个 这个功能模块 那么这个模块的 往往一般几种形式啊 一种呢 通过是你的安全 密保问题来找回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是一个手机 通过你手机 发通过短信 你要用接触电视码找回 那么第三呢 就是一个邮箱的 那么在这里 假如说他这个程序 他在这个逻辑上 又留下了 设置不合理的时候 那么就有可能存在这种 密码任意找回 那么第四一个呢 就是说针对支付这块的啊 我可以去比如说 呃 零元 是吧 购买你的东西 我可以说 呃 一元去购买你的东西 或者说我可以直接通过这个 你在支付 他一般往往的时候 是掉一个接口 通过修改你的这个 接口的参数 然后去比如说 呃 你本来就是 不是一千多的一个产品 然后呢 我通过一块钱 去买到 啊 那么以上呢 就是咱们业务逻辑 它常见的一些这个危害 当然还有些好多其他的啊 我在这里就列举了一下 常见的危害 好的 那么以上课程呢 就是咱们这个业务逻辑 逻辑的这个第二讲 啊 谢谢大家观看 Thank you 谢谢大家